大家好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講師 是我的老師級的老師 是我們七美醫院神奇內科的主任 張嘉祐醫師 張醫師在上一次來講自然療癒 獲得大家很熱烈的反應 今天張醫師又要來跟我們介紹 成功老化 這個是我們每個人會遇到的主題 我們再次熱烈歡迎 張嘉祐和張主任 謝謝大家 各位謝謝大家早晃 之前有來過一次 大家歇習精神很旺盛 今天可能 我覺得其實台灣 不管是台灣哪 全世界 我想老化是一個非常嚴重 而且大家要面對的問題 但是老化其實是一個很深的問題 它不是只是我們看台肉體內 漸漸體力啊 精神不好而已 其實讓它延伸很多神心裡的一個思維 所以我今天跟那個標題是標出 老的自在老的優良 那這就是成功老化 你要達到什麼目的 就是這個問題 你雖然老 但是你老很自在 那你老很優良 那什麼叫老的自在老很優良 那這個後面就是 有一個影片 那你看看你在人生最後十年 不同的舉動會有不同的結果 各位影片是影片對照 好 這個英文的沒關係 各位可以看得懂 右邊跟左邊你看有什麼介面 然後再喝飲料 看它是什麼樣的差別 所以最後十年就是有這樣兩個結果 那也不用問大家 各位你會喜歡右邊還是左邊 左邊嘛 左邊嘛 這個是不用 但是你要左邊 大家希望左邊 可是你要怎麼樣做 你才會是在左邊 那個人生最後十年是在左邊 那一塊 而不是在右邊 那一塊 那這今天我們要跟各位 做教育的部分 那高齡化的社會 會有多嚴重 我們看這個就知道 這是台灣的期限 台灣其實在1993年已經達到高齡化社會標準 就是人口有77%是65歲以上 那在2018很快 2018在三四年 三年 就是達到14%是65歲以上 這時候叫做高齡社會 那再到2025的時候 就叫超高齡化 那各位看一下這個速度 7%到14%是25年 但是14%到23%是7年 這個速度是非常快 那台灣老號的速度是全世界 前段的 非常快 所以事實上 社會 國家 還有個人 都會面臨這樣一個 浪化的壓力 那大家都知道 事實上 最近這幾年 那個 大家活的壽命 平均壽命 在統計上是 也有在成長 有在成長 可是你 活的久有沒有活的健康 你看一下這個 我們有兩個 我們現在看到的只是一個 平均壽命 但是各位要看生活比 只是要看平均 健康壽命 就是說你健康的時候的生命 壽命是多長 那你壽命減下你健康的壽命 剩下就不健康的壽命 不健康的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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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看一下這個差距幾年 各位簡單說說 這兩個一節就知道了 接近10年 8年到10年 所以意思說 台灣的人 雖然現在女性是活到80歲 但是她70歲可能就躺在床上 有10年是不健康 而女性比男性 因為女性說妳比較長 但是減下來之後 其實她不健康的生命 是比男性長 那男女其實不健康的時間 是差不多 男生只是找一點腫掉 所以你想想看 我們人生的最後健康10年 最後10年 大部分人都是影片的右邊 或是影片的左邊 那這個就是目前的現實 那這樣實際 我們要怎樣去改變 那就是來自於 今天要講的 個人的健康醫師要出來 你不可能去泡醫院或水來取代 讓你維持自己的健康 這種三堂科在談的觀念 所以健康還是要自己來 沒有人可以醫科 你們兒子也沒有 久病無孝子 你生病之後再孝順的兒子 也沒辦法承擔 所以現在的狀況是 雖然歷更長也病痛產生 這是一個大陸的一個影片 一群老年人坐在會議上 望著這麼美麗的公主 也無奈無何啦 那事實上這些年紀活著的人 最後都死於疾病 無疾而終是一個很難得的一個幸福 大概很少人說死的時候什麼病都沒有 所以可以理解就是在生命的末期 是帶了一堆病在身上 所以大部分人死了 最大的 各位可以看到最大的區塊就是癌症 所以很多人老到 原本死的時候是因為癌症而死 後來就是心血管理病 心臟病 還有慢性病 那癌症因為癌症的死亡的 一個比例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譬如說 2010年跟1990年 這個比的話 1990癌症 我們講就是灰感染性 包括癌症 佔了只有一半 那等到2010的時候 已經上一色都是灰感染性了 就是癌症心臟病 那些患性疾病 所以我們就知道重點在哪裡 你怎麼樣避免 在身體老化的時候 隨著老化而來疾病的降低 那當然想說大家都想不老 情死亡也很想 可是也沒有辦法 為什麼 人為什麼會變老 很簡單 這是大自然現象 那大自然現象 我們怎麼樣 順著大自然現象 人都要面對老 那你怎麼樣老的自在老的優雅 就是我們今天的優勢的重點 那為什麼會變老 其實有一些理論在講 第一個就是氧化壓力 第二個就是糖化理論 第三個是慢性懷 那我稍微跟各位解釋一下 那氧化壓力理論 其實很簡單 各位理解 你一個鐵放在空氣裡面 就會生羞 那我們身體也會生羞 為什麼會生羞 因為我們是要靠氧在呼吸 我們今天要產生能量 你今天早上吃了 吃了你的麵包 或一些碳水化物 它在裡面是用氧去把它燃燒 燃燒 今天才有活力 坐在這裡 但是在氧跟你的吃進去的東西的一個 燃燒 釋放我們的能量的過程中 它就會產生一個物質 這個叫做 我們叫做活躍性的一個 一個氧制物質 那這個東西就是一個氧化壓力 所以其實就跟鐵生鏽的原理一樣 所以你只要有在新陳代謝 有在吃東西 有在活動 新陳代謝的過程中就會產生這個東西 那這東西其實就會 長時間的 對我們的器官 讓細胞組織產生破壞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讓你的壽命延長 或讓你的損害減少 你就要減少這種 這樣一個新陳代謝產生的一個 不好的物質減少 所以裡面 所以各位知道那個 事實上 那個短跑健將 運動健將大家想說身體應該很好 可是事實上大部分運動健將 都是短命的 為什麼 因為他那種運動選手 他們都在短時間裡面聚練運動 聚練運動 你要很大量的一個能量消耗 所以你在體內的那個氧的作用 需要很多癢來產生能量 所以他產生的那個癢的 那個腹腸體會非常多 所以長時間運動選手 就會造成體內的疏傷 所以他們通常都短命運動 那以前做的養生 不是在講龜息大狂 你把呼吸降到最低 甚至吃得最少 你那個活得很久 因為他都沒有什麼代謝 甚至以前 古早的人還有在壁骨 壁骨就會不聽 不吃不喝 只有可能生吃一點水 那不會死 一個禮拜兩個禮拜都還不死 那就是那個整體心能代謝就降低了 所以我們體內有一個生物時鐘 那生物時鐘就是 因為我們體內有一個產生能量的引擎 所以我們叫做立腺體 那他如果太癢 你平常人家傷得超多 就會那個產生了 那個代謝的一個傷害的物質就也多 所以我們要怎樣最有效率的應用 跟這樣一個我們自己的引擎 內在的引擎 跟心臟不一樣 他是細胞的引擎 你要怎樣去應當他最有效率 就是健康之道 所以你如果 譬如說你 你越超他 你的壽命就越多 所以他這個生物時鐘 就是隨著你的代謝 或者在交通 譬如說 反過來講就是 每個人都一個內在電池 這個電池要怎樣用 你如果很快來用掉 你這時候就滑掉了 如果慢慢用 慢慢用 沒有浪費掉 這個電池就可以撐下去 所以你要看老年人就是沒有電 他生物電池不空 已經沒電 因為這個 這個立腺體的釀金 已經不到在產生 有效率產生 另外有一個會老 跟我們現在吃了很多糖的關係 以前老一輩 甚至在日記時代 那時候糖是很奢侈的東西 現在隨便都是吃了一堆 隨便飲料店就是堆 那這些糖 因為現在人 就是用一些科技的方法 就讓糖非常便宜 他們就是用一些 從一些那個 一些物質轉換 他就會讓糖的降的不用都從浙糖 所以現在很多火糖 都是生物轉換 生物轉換 那我身體吃了那麼多糖 第一個增加我們的 所以現在糖尿病也是越來越多 第一個除了增加我身體的負擔 所以糖進去 我們要把它消化 但是通常因為吃太多 都用不著 用不著 都要把糖 那糖儲存之後 有一個不好的情形就是 各位知道你胖 不是因為吃脂肪 是因為吃糖太多 糖吃太多 你用不掉 你人家現在又不運動 用不掉它就是儲存起來 儲存起來 它糖最後就轉換成脂肪 所以假如你肯 糖的東西 它就把它儲存 那脂肪跑到哪裡 跑到身體 跑到肚子 跑到臀部 所以現在就是會糖 那第二個 在血液裡面 糖因為我們 我們身體的 要去把它利用的時候 因為你如果吃太多 它沒有辦法完全利用 那這些糖 各位客人伴 應該類似做一下 糖如果跟蛋白質 你如果給它加了 因為他們會看到 隔隔連連黑黑的 有些如果做麵包 麵包 如果蛋白質跟糖 在溫度下 就會產生一個 我們叫做糖化 那這種隔隔連連的東西 就會卡在你的 組織細胞裡面 除不掉 這個叫做糖化碗 所以我們身體 今年累月在受量的作用 一個是 量化碗 類似生訊 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現在的吃味 吃了太多糖 那糖沒辦法完全消耗 就會跟我們的蛋白質 接著 產生一個 一點點沖沖的東西 對我們身體的細胞 有一個傷害 所以最近你如果有興趣 你會去看到 市面上有很多的書 抗糖化生活說法 最近如果 都會有可能 如果有 家裡或朋友 癌症的病人 最近可以看到一個 叫做生酮飲食 就是 告訴大家 尤其癌症的病人 因為糖混是 癌細胞的很好的營養 所以你如果吃了太多糖 或你今天有癌症 那對癌細胞是大力多 所以癌症病人 糖又要吃得更少 最近的生酮 生酮飲食 如果癌症病人 糖的摄取 就是碳水化的摄取 要最少 要最少 那就用脂肪跟蛋白質 去取糖 這是另外一個話題 那如果對 平常人來講 你的糖 你的摄取量 一定要見少 你看它就是 糖化的生活素 因為少一分糖 年輕 稅 所以你少吃糖 你就活得久一點 活得久沒有用 今天講重點 活得久還活得健康 久了沒有用 躺在床上 二十年也沒有用 你活那麼久 第二個就是 慢性化瑜 慢性化瑜 就是各位要先理解 什麼叫急性化瑜 你今天手被割了一個傷痛 當然要趕快 紅腫熱痛 紅腫熱痛其實是一個 修護環境 因為身體有一個免疫細胞 他要把那個地方 把它修護 然後把那個細胞長出來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說 有時候你 你這個急性情況之後 你身體還以為你 還有狀況 還繼續在做這個 花瑜的一個身體環境 因為你割完手 那個事情是已經結束了 但是在某種情況下 我們身體其實會產生很多 很多一個傷害 會造成我們身體以為 我們還要去做 修護這些事情 所以這個時候就進入 慢性的一個花瑜 他程度沒有像你 急性花瑜的時候 沒有那麼紅腫熱痛那麼厲害 但是他會慢慢的 在體內形成慢性化 這中醫有時候 中醫可能以某些名詞 你會比較大 什麼叫會比較大 其實就是內在的這個慢性化 那這慢性化瑜 就會影響到很多慢性病 他會跟癌症有關 跟眼睛的退化有關 跟你的呼吸系統 氣喘 會氣腫 跟你的神經退化 阿斯海默症 跟你的骨關節退化 跟你的皮膚病 腸胃等心血管 所以各位想全身系統 因為他花瑜不會 不像你熟悉老師 舉過花瑜 他可能很多器官都在打 所以跟心臟病 癌症 糖尿病會好 都跟慢性化瑜一樣 好 所以各位就大概了解一下 哪些情況會造成 我們那個身體的老化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克服這個 老化的過程 那讓我們成功的活的自在 活的瑜伽 那各位講老就一定代表起病 老不是一個病 他是一個自然性化 但是為什麼大家會有這樣的錯誤觀念 因為老的時候通常代表白病產生 那是因為你沒有成功老化 你才會白病產生 如果你今天成功老化 你身體 不能 沒有功用的時候 可能是在你生命終結的 最後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你才躺在床上 這叫成功老化 所以 老不一定代表起病 只要你成功老化 就代表起病 所以一個成功老化的健康老齡 就是我剛才講的 他可能在生命最後的一段時間 才躺在床上 所以 他的健康移密 跟他的壽命是差不多 第二個 這樣一個健康老人 他在身體系 其實都有很好的一個平衡點 那最重要就是 他的心理 覺得很自在很快樂 那他可以維持很嘉義 他跟朋友很好的關係 最重要就是 他有一個 對他來講 可以安身一命的一個心靈的 的一個安住所在 他也有一個信仰 就像各位演藝裡面有一個信仰 而且是 那個波子很自在 所以老化身上不是疾病 所以我們剛才看 成功老化就是要避免疾病 然後你要 要積極參與生命 你要維持一個 生理跟心理的一個 一個平衡跟健康 那如何成功老化 各位我們看這個 這個就是大家認識老化 隨著年齡之後 你的身體的健康越來越長 那成功老化就把這個曲線 往右抹 就是你不健康的時間 要索分 那最棒的是這個 這個叫理想性 你活到85歲 好 身體健康都很好 最後一個禮拜 可以掉下 甚至躺在床那裡有腫瘤 那個是人生最大的部分 所以你如果要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有幾個 你要有這樣的心理健身 第一個 不要抗拒老化 接受 所以現在很多人在講 抗老化抗老化 那個都不是正腿 所以抗老化就是有些人 因為皮膚老化 那就是沒有 那外表看起來年輕人 心裡比較舒服一點 那個是在抗拒 那個不是在接受 因為你不願意 你想 如果要在年輕人龍馬 那個不是正常 那第二個就是 有些人去打一些什麼事 排排出來 那個就是要讓表面看起來 看起來是沒有老 事實上 不難 因為老是來自內戰 你的器官都老了 你只有表面 漂漂亮亮的人 沒有用 並沒有抗拒 那他顯示的是你在逃避老化 那你沒有面對老化這個問題 真的他來找你的時候都來不及 所以我一說 你要接受老化這個事實 預做準備 越早做準備 才會成功過這一關 這人生的每一個人都要過這一關 第二個就是說 你了解你的健康狀態 不可能只有你最了解自己 你對你的關心 有啊 我如果有法定 我就都去找他生了 我做人家 所以我身體 如果變成八條我就去找他生 這樣是 你把你的健康的專注 交給另外一個人 他了解你 醫師只跟你談三個鐘 他知道你的健康狀態 不可能 只有你最了解自己 所以你要知道 隨時關照自己的內在 可以 那你願意去自主管理健康 把健康直覺權拿回來 這個就跟他講 唉唷 我都找了專家醫生 改過我的問題 找專家 我等一下講 這個是對 但是你不是去找神秘 找人家來盡力解決 我都交給你 我的健康都交給你 這叫自主權 我看醫生 我就都給你 你把它完全處理 現在就是說 你要把 知道這個健康是 你要是你去完整 但是你在照顧自己的中間 你需要什麼 知識 技術 技巧 這個你就要找 找人家的有紀念 我們叫做 你在做運動 是不是要有 做宜家是不是要有教練 做什麼運動 就要教練 你要學習健康是不是要教練 所以你要找到專家 可以健康的人來教各位 寫觀念技巧 這樣你才會學會 你比如說 當然各位如果 你很有本事 你可以去找一些資訊 但是資訊跟 等一下我們講 資跟座裡面距離很大 大部分都知道 各位知道健康很重要 我們總也知道不想躺在床上 但是各位有做法 各位你的健康會是做什麼 這個是重點 那你要請求有經驗的人 甚至有些人 有些人他得過大病 但是他怎麼樣從大病裡面回復健康 這個就有很好的記憶 這些人如果能來分享 可以大家都會幫 因為他有曾經經歷 所以你為你的健康付出多少 但各位在這邊是已經很有健康意思了 我剛講大概八成的人 都不付出 對自己的健康都沒有付出 但是想 啊我就吃個油就好了 他能為健康這麼容易嗎 而且都把健康治療叫出去 如果你要健康 第一個你要先懂得為自己付出 對自己好一點 你在講跟誰 對自己好一點 對自己的身體 對自己的內在 對自己的情緒都要好一點 今天會發生癌症 或一些疾病 是因為我們沒有去 去呼應我們身體 對我們發出的信號 所謂疾病就是個信號 我們上次談過 疾病的人告訴我們 你做錯了一些事情 那我的身體 你欺負了你的身體 這就是要對自己不好 你每天拼工作為了賺錢 可能應該十一點睡覺 你就不要 我就是要拼到兩點才睡覺 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 為了追求你的事業愛情 其他人等等欠證 但是你對你的健康 不足的是 健康不是用講的 你要講簡單 大家看 態度決定你的健康 要做的 那困難在哪裡 因為我們 不健康有不健康的生活型態 所以今天你會不健康 是因為你的生活型態是很健康的 所以你沿著不健康的生活型態 你不生理也怪 所以你如果健康 你要改變 調整你的生活型態 走進健康的生活型態 那這個改變就很困難 你說光一個我們糖尿病的病人 光要改變他的飲食習慣 你看多困難 他說我就要這樣吃 吃到這樣 吃到疲倦 他也沒辦法改 他說我就沒辦法改 沒辦法改 沒辦法改 他就是沿著那一條死胡桶 就走到疲倦 所以你如果要健康 你就是 第一個你要有知識 要觀念 你要知道 你什麼樣的生活型態是健康 那就要改 後來你不改 還是照講 我知道 我就不做 那沒有辦法 那為什麼要那麼不好改 因為不健康是一個很強的血魔 你要有決心 你才能改變你的生活型態 你說我們假如爸 這個大吃大餓 吃甜的 哇多好甜點 吃了身體 心情很愉快 而且現在有這麼多的誘惑 電視又很好看 都看到半夜 所以這種不健康的生活型態 是一個對現代社會 是一個 以前的社會比較單純 這種誘惑很少 不會讓你去 晚上還趴趴走 你們九點聽的阿瑪 還要來捆 還要說 聽的耗掉 如果要更開心 在活動的時候 各位不會 但是就是說 很多年輕人 所以年輕的時候 就把他的什麼 他的電池都耗掉 他供生物電池 一升的存量 就那些 年輕的時候 就把你的生物電池耗掉 你四十歲五十歲就早摔了 很快就老化了 這都有一些舒辣 其實知識很多 但是要做 我們會習慣保養車子 一段時間 你不保養那個車場 你會打電池 你會多用 那房子會被打散 但是對你的身體有這樣嗎 每天問一下你的身體 我有幫你關台 有幫你照顧好 你會問自己 不會吧 每次都是等到 阿姨受不了 告訴你 欸 頭痛了 你這個壓力太大 你那時候才來 開始尋找 大家的解決方法 又是那種 素食式的 頭痛 好吧 那就是獅子痛掉 找醫師 甚至 蝦瓜有一些 有一些認為 阿不然我就多推一些維他育 這樣好像就解決了 從來沒有盡到自己 照顧自己的真 那這樣一個輕忽的結果 就是 你要付出代價 你每次都要 都要找那個 簡單的方法 那癌症最好給我一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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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鮮丹尿藥 一天 即使 臺灣都沒關係 你給我一顆 吃了癌症就好 但是可能 健康那麼廉價 各位知道 很多得癌症病人 就是 求鮮丹尿藥 所以會被騙 某人說 喔 癌症 有啊 因為你那時候已經快淹死了 看到一個虎目就去撞 所以 十萬也好 二十萬也好 因為 你的 行為模式 是想要素質 什麼東西都 一顆藥就好 什麼 一個什麼 疾病又那麼複雜 哪有可能一個解決方案 對 疾病怎麼樣形成 你就要倒回來 把它形成的原因 把它逆走 譬如說 你今天疾病有十個 不好的習慣或原因 你就要把這十個原因 一個一個去處理掉 才能逆走 沒有那麼好的事情 這樣 吃一個藥 就是把這些問題解決 所以這困難在這裡 困難在這裡 但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不這樣做的話 你負責的代價是什麼 你躺在床上的時間 成本 留下來只是叹息聲跟吐聲 這個成本非常大 因為你沒有助理的健康 但是那時候已經來太晚了 躺在床上的時候 站後悔已經沒有了 那成功腦化的目標跟內容 就是目標很簡單 然後說自在哪個優雅 那今天他在座文 大家也行 這個是一個空洞的東西 但是它是一個內在的東西 你內在裡面 你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影像 就說 我要這樣一個境界 然後自在哪個優雅 你有這樣的目標 那你就會想 想一些方法 去達到這樣的目標 但是人生各方面 今天你總是 你說你今天要去理由 你總要一個 我要去台中還是高雄 不然你 不知道你的方向 所以各位去取行自己 不管年輕還是中年 我要勞著自在 勞著你 那要怎樣成功勞的話 提出來就是 疾病壓縮理論 疾病壓縮理論 其實很容易理解 不行 把生命中疾病的時間 壓縮到最少的時間 好 這樣你躺在床的時間 就最少 那這裡面就牽照生活習慣 生活習慣 那裡面還有一些 那個 一些醫學員 就跟我們的方法 會結合在一起 那我們吃的熱量跟壽命 是有關係的 意思說吃越多 那個 送越多 吃越少 送越少 因為跟卡洛麟有關 那卡洛麟就跟我們剛才講的燃燒有關 你吃越多的 就是說你灌越多的原料去 你是不是要把它消耗掉 它就會產生那個 剩氣物 兩化壓力 所以 減少卡洛麟 就會延長收入 那當然 我們就 平常就要去 維持自己身體 心理的一個健康 你要去處理自己的情緒的問題 那最後就談到老化的靈性能力 這是最終的目的 疾病的壓縮領域 就是 你在生命過程中 你的重大疾病 是 最少 而且它 它佔養生命的時間是最多 這就是疾病壓縮領域 那這是史達爾大學 一個 一個 教授提出來的觀念 他有 有一個例子 就一個 對兄弟的一個情報來舉例 他說 有一個兄弟 每天都 有兩個兄弟 一個是每天抽三包音 一個是一包半 那這樣看 一包這三十歲的時候都會有 會癮 會癮 如果在 二十世紀的時候 這些人都會死 那時候會癮 如果沒有抗生素 的話就腫了 這樣就結束了 這兩個 差不多死的 也差不多 不會差太多 也不會花很多錢 因為都腫了 但是各位想想想 像隨著醫療的一個 發達 你看 還有抗生素的資料 這些 會癮不會死 現在 不會因為感染症 會死 好 那這樣的病人 在今天 那個抽得比較重的 菸人 他四十歲就開始 會咳嗽 會開始氣臭 會氣臭 會氣臭 那他會繼續抽菸 因為他不會改變 他就 不會改變他的習慣 他五十歲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 引發心臟病 心理不整 那 現在醫學很厲害 要讓活著很簡單 一刻膜上去就好 心臟停止 跳 機器幫你跳 好 延長瘦免 那幾年後 可能中夢 中夢之後 躺在床上 還要接受復健 七十歲的時候 我們就得了會癌 但在一生中 就是 一個病 一個鼻子堆出來 就是他人生 他花的醫療費用 是一般人的四倍 而剛才是有全民健保 這個如果沒有全民健保 是請家當家 他花了四倍的一般的醫療費用 所以現在是大家來 我們在座的大家去 承擔他的一個醫療費用 我們在座的當家 不然他早就請家當家 那你覺得這個樣的責任 誰要付 請我們再付 但是你覺得 他有沒有該付他的責任 他還是做無事無事 是我們在承擔他的醫療費用 他沒有做他該做 我們剛才講的是社會獨立 另外一個我們講的是一個觀念 所以這給社會很大的鼓打 另外的那一位 菸抽的比較少 他可能七十歲的時候 才有一些 會氣腫氣的症狀 所有人疾病都會往後延長 可能到生命最後幾年 才可以有心臟或是重工 那他因為菸沒有抽那麼多 可能不會得到胃癌 那當然我們可以理解 這位兄弟 他用生活習慣 這是舉一個抽菸的一個 一個例子 包括很多的生活習慣 不是只有抽菸 去酒 什麼 那個 睡眠 日夜顛倒 這些等等 不好的通過習慣 他都吃一些垃圾食物 這些就會影響 所以你看 他醫療費用減少 帶來的症狀也減少 所以 這個教授就會講 所以事實上 對我們健康影響最大的 就是這些 會危害健康的危險因子 抽菸回胖 缺乏運動 那也是這些 我們如果能改正這些的話 我們就可以壓縮疾病的 發生跟 次數跟時間的長度 那所以各位知道 重點在哪 就是生活形態 那生活形態是我們 可不可以做的地方 當然可以 這超自在你 這不是超自在的 你要決定過什麼生活 誰決定 當然是你自己決定 你今天要去 要去買麥當勞來吃 這樣可能有一點那個 就是說 你去任何吃不好的食物 或說你去選擇 健康好的食物 是你在選擇 沒有人逼你的 那我們來看 那如果你要去 檢定你的 健康的因素 佔最多的是什麼 個人的生活 至少佔一半 他來決定 那你得到 你會得到好的 醫療處理 只有一成 你今天你去 洗美醫學中心 還是去看業醫 還是去某某醫院 差距離很大 所以不要常常跑到醫療處理去 沒有用 沒有用 那個很重要 那可能說 我要遺傳得不好 我要貼一半 對不起 他只佔了 兩成的火 當然有環境 環境 空氣污染 這些 其實當然要用 最主要的是 我們可以控制的 生活心態 所以為什麼要說 健康責任在誰 你不能怪你的空氣污染 怪你的這些毒物 這些不孝傷 你弄一些毒物 什麼的 那個是因素 但是那個 你是主要因素 是你的生活心態 你又選擇了權利 你不是只有這一家歸吃 不是只有這個東西可以用 所以美國他們學者是提出來 叫做 治療性的生活型態改變 就是你不是靠腰去治療自己 你是要靠你的生活型態的改變去治療自己 因為它是最主要因素 所以你靠你的運動 營養 你跟你的能力關係 不要常常跟人家吵架 情緒好好 維持一個能穩定的狀態 知道怎樣去放鬆 追求比較有靈性的生活 這都可以改善整個你的健康狀況 那老化之後 我們身體就會變 你的脂肪比例就佔多 所以回抗 大概老化 他的肌肉就會變少 那你們有些人 因為長時間的姿勢不好 或者運動傷 他的脊椎的一個成分 你看很多老人就是這樣子 他這樣就會影響恢復跟心臟 那這裡面就是說 要改變這樣的一個體態 跟這樣的姿勢 運動就很重要 你要加強自己的一個 尤其是生長運動 就說一些重力的東西 感覺一些 讓自己肌肉要承受一些壓力 健身網 假設好 但我們不用像人家年輕的 在練muscle肌肉 然後就特別給一些重物 然後做一些抗運動 拿腦、拿槓、做做啞鈴 那甚至像這種 肢體的生長運動 拉拉筋 這些東西 但是不要做太劈力 因為年輕大 不要傷到劈力 你要做一些網 當然一些 一些儀家 或一些太極拳 比較柔軟 那些都可以讓我們身體的柔軟度 還有關節 那飲食當然是佔 我們在生活形態裡面的飲食 是佔了非常大的部份 所以 病痛是吃出來的 老化也跟吃了有關係 你剛才我們講 剛剛那個糖化理論 是不是跟吃有關係 吃了很多糖的東西 那就是老化 所以這跟飲食有關係 那如果 有一個說 如果你腰尾月初 比你老的時候老 你吃那機會比較高 所以這些 你的身體狀況 你的飲食狀況 跟你的疾病狀況是很關的 那這個是 在美國做的一個卡洛里 跟壽命延長 各位可能不太容易看得清楚 這兩個猴子哪一個比較老 左邊 你看他的毛 他毛色 那很簡單 你看看 這一邊的猴子 看得比較健康 他被限制30%的卡洛里 熱量 如果現在你能吃得飽 他不太吃到七五五飽而已 不太爽 七五五飽還有 有點餓 那這個是讓他大吃大喝 吃得很爽 想要做好意 就是這樣子 所以最後 你看 所以他們的結果就是 這一群 吃得很繁雜的這一群 那個年齡比較短 而且死亡的時候 一堆慢性能力 猴子也會有癌症 糖尿病心臟病 都比較多 那這個也會影響他壽命 所以除了健康以外 他的疾病也比較多 所以卡洛里 攝取回量跟我們健康很大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 這個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日本的醫師在 推移這個 這個健康 他的一本書 這是 這本照片 他是五十七歲 看起來好像三十歲 那他的秘密就是 吃得少 他有點到一日一餐 這各位各位書 可以拿這本書來做餐 但我們不一定要到他這個程度 一日一餐 有他的技巧 不要 就像各位講 有些是斷食 那個都不要隨便去做 你還是要找有經驗 去跟他做一些寫食 那重點在哪裡 就是剛才我們講的那個 熱量跟糖 這兩個 你要限制下 那本來其實 因為年輕的時候 他其實壓力很大 他都有一堆病 又怕 又心理都在那裡 所以後來他就 就體會到 用一湯 一菜一湯 一飯的一個 一個簡單方式 所以他就得到健康 那這個就是我剛才講的 熱量跟糖的一個設備 你只要改變的時候 你就會得到不一樣的結果 那 再來我可能會介紹大家一個 還不錯的書 叫做 老得很健康的十二年 老得很健康這本書 那他裡面提出一個十二本訣竅 這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你要健康 你要去找 找知識 去學習人家成功的記憶 那你從裡面找到自己可以做得到 當然都做不到 就一個一個 慢慢把他融入自己的生活習慣 這本書 各位可以去找 我有點舊 那也不容易讀 所以 我就把重點整理 一個他就要 要採用抗花炎食物 那各位現在已經知道 為什麼要抗花炎 他的食物可以抗花炎 我們剛才有講到 慢性化炎 慢性啼的 你要找一個食物可以抗花炎 第二個 你要慎用補充營養品 過去大家講 為什麼要補充營養品 因為現代的生產的一個過程 把一些食物裡面該有的好的營養素 全部都消失殆盡 所以現在所有加工產品都不能吃 就是因為他吃了很多肉量 吃了很多配加物 但是他沒有吃到食物該有的營養素 最重要就是礦物質跟維他命 那個是很重要 所以你必須要補一些礦物質裡面的維他命 因為食物都不夠 大自然都沒辦法拿到 這個是增加我們自己的一個 以抗的能力的一個方式 那就算你要善用補充血 結果你要知道哪些因素 會造成你這一關面對 每個都有身體的弱點 所以意思說如果你父母親有高血壓 大概有糖尿病有這些疾病 有這些疾病 在基因上也有可能有這個傾向 但有這個傾向不一定表示你會這樣子 因為你的生活其實在跟你環境界定 會不會發病 但是如果你有這些遺傳的因子 你就要特別小心在你的身體的弱點在哪裡 所以你要那哪些不好的習慣 是會造成哪些疾病 你要善用這個東西 如果你現在已經有一些慢性疾病 你就要好好控制 不管就要各種方式 或是只有吃壓 比如說你有高血壓的時候 只有吃壓就有解決 沒有那麼簡單 你要運動、飲食 還要疏離、減壓 這些都要去處理 那要終身維持好的健康習慣 睡眠跟休息很重要 那最重要就是要避免一些壓力 壓力有很多層面 包括疼痛、身體的壓力 還有心理的壓力、情緒的壓力 這都要去學習這些 那除了鍛鍊身體之外 你要讓你的心智要去活躍 所以各位要活到了、學到了 到年紀到我們還是要去學習的東西 甚至有些人 年紀大可以啊 可以去寫醫院、繪畫都OK 你要不要讓你的頭腦停頓 很多人退休之後就在家裡來做 也不出去跟他教訓 就在看電視 那你就在這邊等時 就在看電視等時 等時間到了把你脫腫 不然你留在身體上 也不去探索人生的一個樂趣 來多學點東西 多體會人生 不然在人生在這邊走一遭 為什麼不多看看人生美好的人 躺在家裡看電視科 就是好好看 還不是在講那個幻作什麼什麼 沒有醫師的事情 要建立社交圈 建立跟人家的一個良好的地方 那你要保持一個 很多觀念不要 因為老年人很多的問題是什麼 不只 一個想法就是 一定是這樣 他沒有彈性 年輕人就是有彈性 老年人的重點就是沒有彈性 那個想法就是 一定要這樣子 一定要這樣子 失去了這種 這種彈性 另外就是說 我們年輕人 老年人也要 年紀大的時候要學習你的 不要跟年輕的時候去比 喔 我笑了 讓他配什麼痠 讓他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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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年齡也要做不同的事 要認命 不要逞強 不要不符合自己的工作 那 老年人都是不好的嗎 沒有 老年女有樂趣喔 你要找到你的好處 至少你小孩子都到了 沒有壓力啊 沒有經濟 沒有互單壓力 你可以做你愛做的事情啊 你可以做愛做的事情 沒人管你 對不對 那不要否認這個老跟死喔 這個 每個人都要面對 你以其在那邊否認在那邊逃避 倒不如接受他 那從這邊得到 在這過程中間 滿足你自己 去拿性的一個成長的需求 所以有人他建議 你既然來到這個輩子 你就在你的日子 你就自己 自己紀錄 紀錄你的心靈的成長 跟你寫日記啊 我什麼都沒關係 你就把你的心的 你的感想 譬如說你今天 假設啦 今天聽了這個演講 你有一些感觸 你也可以自己寫 那我這裡面可以摸個點 我覺得我可以試試看 那給自己 那有時候你過去學的東西 你寫了 或者什麼 你再拿過來 再往後推敲一下 我就覺得 那我是不是有在成長 靈性有沒有在成長 我帶來出什麼 智慧是不是增長 當然我們知道老於人 理論上是有智慧 但是不必然 很多人到老的時候 跟年輕人復興一樣 完全沒有感應 也沒有變得更柔軟 更通勤大 更物質 所以他沒有隨著年齡 都長他 該有智慧 我們身體不行 但是我們總可以長智慧 那我們再提示一下 抗花眼食物 這很多種酥 比如說你可以吃出抗花眼的體質 那簡單來講就是 你要吃大量的抗花眼食物 就很簡單 就是蔬菜水果 意思說 那個我們叫做 新鮮食物 不要吃加工過的 它是越完整的越好 越新鮮了 豆類經過 那加工食品 糖啊 那些 冷工加工 酒精跟抗花眼 這個就要進入第一 它會增加身體的孤單 當然 反過來講 這些東西 收在 各位要一個概念 一分錢一分貨 所以這些東西一定比 比較貴 通常是兩倍到三倍 但是如果你算一算成本 也好 雖然 你花在這邊比較貴 但是你考慮到你後面健康的品質 你還是要去挑好的食物 便宜的東西絕對沒有好多 當然貴的不一定是好的 但是這裡沒有一些效果 所以一定要挑好的食物 不要挑一些加工的菜 那些 那每個人可能對有一些東西 會過敏 你要自己去移境 有些人身體比較敏感 吃某些東西 他就會覺得不舒服 那些東西就不要吃 身體告訴你 好 好 你要去移境 有些人會過敏 例如說小麥 乳製品也很多 土豆 這些 像一些海鮮 有些常見 這些如果有過敏 就不要吃 那消化機能很重要 因為消化是牽涉到你的 對食物的一個吸收 還有你對食物 因為食物如果 你要把蠻解消化 有些食物的那些 留下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過敏的 過敏的 那你要只能促進你的 一個腸道的健康 胃腸狀 可以補一些益生菌 就好的腸胃菌 那你如果整個老年人 他通常那個 胃酸或說 蜂蜜會比較少 所以給一些那個醋 醋可以促進之餘 再吃飯前 這樣 這大概是一簡單的原則 那大部分的一些香料 天然的香料 不是味精 天然的香料 都是碳化氧化 我們家裡 薑黃 家裡面的種了薑黃 還有大蒜 生薑 這些都是可以看光的東西 好 所以 健康是一個修行路 為什麼它叫修行路 它在挑戰你 你自己的習性 我們講 我們在修行在修著 把這個習性改變 因為健康是一個修行路 你要去改變你的習性 不好的習性要把它改變 那它修著什麼 黃蜂蜜 貪稱之餘 可是貪多 不要吃那麼多 吃那麼多也是貪 吃了 我們在吃到麻煩 所以是貪 貪稱之餘 那吃就是你完全不知道 這個食物其實對你是傷害 所以事實上就是一個黃蜂蜜的學習 所以重點在 我們不知道 我們生活習慣造成多大的傷 這叫做無憫 還有自我呼吸就是 明知道這樣對我不好 我還要勇往直前 明知道要去改又不想改 沒有缺陷 那你身體就是你最好的醫生 我們剛才講身體會告訴你 你的狀態這樣 你要聽你的身體跟你對話 他才是你的醫師 他會診斷你的疾病 醫師有時候沒辦法知道 你出在哪裡 只有你的身體會告訴你 你要聽你的身體 他是你的醫師 那修行也不用苦行 有沒有叫你不吃東西 有沒有叫你這個好 我們這個一步一步來 修行本來就是漸進 那能做多少 能做就一步一步改 改一分就算一分 後面在實戰畫的篇 他來講一下 這個就是在網路上 在傳的一個故事 這一群老人的實戰畫 老人的中間在聊 但這一群他把它整理起來 一個講話 他說 這一群老人怎麼講 要留自己的窩 不要還沒有死誰 就過物給你 要留一個窩 要有一個好伴 老伴 好好相伴 不要嫌棄 老伴 都在家裡 十十年來 那有一個身體 好好保養 因為他要跟你一輩子 不要氣之不必死 最重要要有好的心 要讓自己快樂 那我們老人會有幾個階段 這個心態轉折的運行 退輸以後 六十歲到七十歲 這其實是房間歲月 不過各位剛好在這個階段 要好好保養 因為你已經卸了責任 身體又還很好 可以爬如山玩水 多好 很多人想早點退休來過這種生活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比較 算是比較放鬆一點 就自己好一點 吃的好一點 穿的好一點 那喜歡到哪裡去哪 喜歡學什麼就學什麼 那當然要留下老本 後路也要安排 所以後路就是你要 你要想到你要整個優雅的退場 後路就是不要躺在床上 那不是叫後路 他就擺在那邊讓 讓大家增加了 你要讓你很優雅的 結束這一生 就叫後路 想好 那想好現在就要準備了 因為到時候再來 現在就準備了後 優雅退場 那不要靠孩子 靠自己 養兒幫人 現在是更不可能 我們這個人在養兒幫人 你讓你的招募對 他不給你的麻煩 就已經偷笑了 七十歲以後 大概身體還可以 那時候其實體能真的很差 七十歲掛過去 很會很長 所以你很多東西 吃胃口比較不好 想說過去能做也不能做 這時候就要小心 要知天命 走路要慢 不要再跟人家 還要再爬山 什麼馬拉松 要防止跌倒 不要整個 要開始 要進入這個過通的準備 要好好照顧自己 那不要再管一些事情 鵝孫 鵝孫 自己有鵝孫 玩你好你就好 不要再插在那邊 我煩惱對手 說實在的 你也煩惱不了 那盡量 把自己的健康維持好 那你自我 自主生活 不要依賴給我 你要拉長 所以 七十歲的時候 再思考也不維持 但是這個時候已經最後的階段 到七十歲的時候 如果你沒有再考慮這些事情 真的會太晚 比如說六十歲的時候 退歲的時候 就開始要思考 今天才會這些事情 七十歲的時候 還想 OK 不要 躬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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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躬 躺在床上才後悔 太晚了 第三階段 就是真的有點太晚了 好 已經快要拜託別人 你身體已經走不動了 要請人家幫你找人生啊 對 那這一關大家都會 只是你在這階段的時間 多長 要不要再走 他可能是十年 還是兩個禮拜 這差很多 依賴別人的時候 那之後心情要開始調節 生老病死 這個就要注意 不要害怕彈死了 這個大家都要命 那是怎麼樣 我們剛才講 Ulia下來 舞台要放別人 那這時候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如果你不能動 可能會進養老院 或說在家裡去家